欧桃和马思纯是娱乐圈中金童玉女 2014年两人首次合作拍摄电影《卓二》开始传绯闻 之后两人在各种公开场合的秀文案都超级甜蜜 公开练行之后 欧桃和马思纯也收到很多祝福 网友也非常看好这一对 今年三月马思纯过30岁生日的时候 欧桃还在微博为他倾生 大方秀恩爱 并调谈马思纯哭鼻子 两人在一起两年多 感情还是很深的 外形也非常百配 马思纯和欧桃多次在机场秀恩爱 两人手牵手 前面指数报表 但是在娱乐圈也印证了那句话 秀恩爱死得快 8月8日 马思纯工作室在微博发声明宣布 马思纯和欧桃已经分手 旧工作室声明 马思纯和欧桃好聚好散 已经回到朋友关系 并祝福对方珍重 祝好 欧桃工作室也发了分手声明 内容一模一样 和之前紧活然泥泥 张汉鼓励那家分手声明一样 都是双方工作室发布 友好分手 其实马思纯和欧桃分手的消息 早就影员曝光了 8月6日 有网友爆料一对演员情侣已经分手了 评论区很多网友都在猜是马思纯和欧桃 欧桃此前和神秘女此次早餐引发悲闻 当然都传他劈腿 不过欧桃发声明否认此事 但是马思纯还是环商赶发微博 表示自己不开心 落泪了 马思纯还刷出自己坐在楼顶边人的照片 确实很危险 有网友猜测马思纯是在暗示和欧桃的关系岌岌可危 现在马思纯和欧桃已经分手 希望他们各自幸福吧 也希望大家给这两位空间 本文为企鹅号作者原创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本企鹅号 转发此文章 免则声明 文中图片应用之网络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DM的免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点电у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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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할� 日